现在呢 试机 我要点夹电 你拆装的是 显示接口内连做 所以说呢 能够亮屏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屏都不亮的话 那说明你根本就没焊好 手工不合格 好 屏亮了 屏不仅仅要亮 还要不能有那个竖条纹 注意看 好 进入激活界面的 Hello 说明显示说 基本上好好的 为什么我要说基本上好好的呢 其实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说扣平以后 屏幕刻上去以后 稳压电源假电以后 你单板开机的时候呢 你要看一下电流 看有没有出现大电流 如果电流超过一安以上 那你就要注意了 超过一安以上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要摸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烫 有没有发热 一般来说这个接口 这里是不能发热 或者发热不能很严重的 轻微发热很正常 不能很烫 很烫的话就肯定 这个地方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无非就是洗半水 还没有完全挥发 你就迫不及待的事机了 这都是我 跟你们说了好多次 有些人总是不听的 就是说那个 洗半水一定要 等它完全挥发了以后 才可以夹电事机 然后呢 在拿洗半水洗之前呢 一定要确保主板完全冷却 另外呢 你工作台最好是干净一点 你看我呢 我每个步骤 我都会 基本上每个步骤 我都会换成干净的卫生纸 因为一定要干净 不干净的话 会害死你的招 很多时候